有民众住到嘉义的一间民宿 付了2000元的押金 最后呢却因为各种理由 押金被扣住了没有退款 业者说呢是因为住宿的人 违反了守则所以就不退 那什么样的理由呢 包含说房间的灯 还有拍照区的灯没有关 那另外还有客厅的矮桌 摆设备移动等等 以及烤肉区的木炭 没有清理这些理由 但是这样子条件 让消费者没有办法接受 事件也在网络上曝光引发讨论 网友说这样子的方式好严格 但是对此民宿的管家 就回应说住宿的守则 每一家都不一样 那消费者既然选择了 就应该要遵守 但是现在消费者 还是觉得不合理 所以也已经向消保官提出申诉 亲朋好友出游定民宿包洞放松完 然而有消费者退房时 被扣押金引发了讨论 有民众在社团上发文 一群人入住嘉宜间民宿 两天住宿费三万元 押金两千块 共使用了四间房 押金最后因为各种理由被扣住 像是房间灯没关 拍照区的小灯也亮着 客厅的小矮桌 以及摆设品被移动 还有烤肉区的木炭没有清理 留下木炭灰烬 让消费者不满的说 只擦棉被没有帮忙 折好认为这些理由被扣押金 很不合理 有网友认为这种扣押金的方式 太坑了 是去受训还是度假 而实际回到民宿 了解状况 民宿住宿规范名列 家具摆设严禁任意移动 全栋的电灯都需关闭电源 对于扣住押金的条件 业者也回应 扣押金的规范是否太过严苛 事件曝光之后 在网路上掀起讨论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